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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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款车是个跑车 但是已经卖了1000万辆 创了世界纪录 今年福特展出的新的这款跑车 它就非常加强它的性能 马力可以达到500马以上 有两个阴景 同时呢 人坐在里面以后 很多安全都在里面 所以这款车呢 一定能够续它的辉煌 这是最新款 这是它的2020款 它不仅有野马一般用的 还有一辆挂在那里面 是眼睛蛇 或者说Shelby Mustang 是它的顶级版 那么这个也是今年已经全部欢新的 就是为了加强福特在性能车 在驾驶体验这方面的领先地位 所以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驾驶体验 就是说以后的方向是 这车已经不是仅仅是交通工具了 车本来就不应该仅仅是交通工具 那么从福特来讲 所以驾驶体验 他们最要的最临近的就是这款车 为什么野马这么受人欢迎 就是因为它驾驶体验 不光是驾驶体验 包括文化都已经融到了 所以去年福特宣布 他们要停止卖斯丹 唯有这一辆车他们会保留 所以我今天看了看 他们在这一款车上要加大 作用足 一定要把它这个辉煌继续下去 所以这一块是非常好的一款车 这就是野马 野马也是福特的一个 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驾驶 非常代表性 谈到美国汽车文化 第一款车 非野马莫属 就是这样一个 是一个经典 而且是美国文化的象征 所以福特呢 在野马上面做了很多投资 一年一年好 我相信这个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车在中国的市场 在中国已经进去了 但是呢 并不理想 因为有些 还并不符合中国的一些习惯 但是在美国 在欧美市场上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间 这就刚才我讲了 卖了一千万辆 一辆跑车 能卖一千万辆 是几乎没有 所以这一款 就在去年 达到了一千万辆 我相信在中国一定会成功 您刚刚说这个就是体验了 就是在中国可能还没有达到 就是在中国生活人群的这个要求 所以他们可能还要更了解 到底咱们中国的消费者是需求什么 中国的消费者一般的话 好像反过来的更希望舒适 对于价值的乐趣 似乎要求低一点 在北美尤其在美国 这个驾驶的乐趣永远是第一位的 他们看了之后 到底我开这个车 不是舒适不舒适 而是驾驶 有没有这种精神在里边 有没有这种感觉在里边 所以这款车就代表了美国这种 而不是仅仅是舒适 可不可以说这个耶马 实际上它不光是佛特的一个品牌 同时也是代表了美国汽车文化 对的 完全可以这么说 就是美国汽车文化的象征 对的 非常好 因为很多人讲 无人驾驶来了 这个汽车要消亡了 我看是不会消亡的 无人驾驶是舒适 但是并没有驾驶的乐趣 人为了驾驶 我们有车 不光是为了交通 有车是给我们自由 一种自由的感觉 自由 桀骜不驯 这种奔放 这种美国精神里边 完整的体验在这款车上 所以这是美国文化的象征 这一款车呢 是F150 这一款车是美国卡车里边 卖的最好的一款车 去年全球的销量 100多万 在北美的销量有90多万 这一支是福特最引以为傲的一款卡车 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美国这个驾驶的一种要求 它的风格 首先它要有非常大的power 那么第二呢 它要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款车今年呢 就2019年的版 有着进一步的加强 比如说它用的重量更轻 它的power更大 所以呢 你这里边也可以看出 福特是非常务实的 同时呢 它也加了很多 所需要的安全功能 这种辅助驾驶的功能里边都有 说既安全 又有驾驶体验 这非常好的一款车 我相信这一款车 今年仍然会延续 它的这个这个辉煌 皮卡呢 这个开起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一般呢 我们开个小车 就是为了真正交通 那开皮卡呢 就是不关于我的交通 我周末 我可以哪里都可以去 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探险 我可以就是这种很自豪的 这是我的车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就是叫什么 美国文化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这个现在是叫 Explore 中文怎么 中国叫 探险者 这一款呢 就是福特 SUV 非常卖的非常好的一款车 叫 Explore 就是探险者 在美国卖的非常好 非常好 去年卖了26万 这一款车呢 也可以说代表了福特 在SUV 这个层面的最好的技术 它不仅是有很大的power 也可以到400多马力 同时呢 结构比较轻 它用的结构都是高强度缸 加上铝 它的内部 所有的福特的这种安全的这种性能 全部加在上面 所以我相信今年这一款车 也应该是非常好 非常应该卖座的一款车 从省油 就节能 这方面 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款车用的发动机是EcoBoost EcoBoost 可以说在福特省油这个技术 完全加在上面 当然它不能和新能源相比 和新能源相比 它还是非油的 那是两个 但是从福特I 同类的产品 EcoBoost 在节能方面也是很有精力的 其实我现在也听说 美国车 传统来讲 美国车 大家都一直认为 跟日本车比 相对来说 是耗油 大 但是现在 这个区别已经不大了 甚至 可以 同类相比 我可以说接近 那么相比较来讲 日本车还是省油 美国车还是耗油要大 但是呢 可以说是一个接近的程度 只能这么说 不管是通用福特还是 快死了 他们在节能方面也加了很大的比 从发动机技术 从其他的车身 减轻 他们都加大 像这款车 今年 据说 重量减了一百多磅 因为用了新的材料 也是为了减排 健能 总体来讲 就是福特 从他的这个本身 这个产品来说 还是向着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趋势的发展 对 比如说这款车 今年就有混合动力 Hybrid 那么 现在 汽车技术的发展 从技术来讲 节能 和电气化是一个方向 但是呢 节能和电气化绝对不是说 马上就要抛弃这个燃油车 燃油的技术也在不停地发展 同样道理 我看到福特在 燃料 就是传统燃油技术方面 也在投入 也在不断地发展 所以不管是电动车也好 是燃油车也好 或者说是混动也好 这几个方面 都在往前走 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掉一个 这样一种情况 这样一种情况 那现在 福特就是在电动化 还有刚刚说的这个智能网联 还有传统汽车 和这个之间的 这个关系处理上面 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 福特的 无人驾驶和智能网联 它的步子骂得挺大的 它买了一家公司 阿狗 一直在做无人驾驶 同时 福特的 部门也在不停地增加 就是为了使用智能网联 这一块 我看呢 都是 一方面 是走尖端 比如说无人驾驶 同时呢 把尖端的技术 放在实实在在 我们能用 一旦成熟 马云就这样一个阶段 就是用在传统车 肯定是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所以它对传统车的发展 它没有那种 就是好像 但是不能用停滞 就是放缓 比如说 没有放缓 比如说这一款 这款车 已经配备了 福特的叫 Go Pilot Go Pilot 等于这款车 一些无人驾驶的 所用的手段 这上面也有 360度的 视觉 它都有 只是不能无人驾驶 但是传感 这种自动 它下面这种功能 都已经换了 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希望福特 能够继续朝更 辉煌的方向发展 一定会的 谢谢陈教授 谢谢 好好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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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